字幕提供 嗨嗨 又來了18樓不是C座本周第二集 2023年6月14日 農曆當然是4月27日 昨天和今天就很忙了 忙什麼呢 雖然我沒有做那份工作 我一直都忙 忙自己的事 我經常說都是正經的事 但最近突然發現 心狠淚 心狠淚 雖然你經常聽我的四個字 關你屁事 但有時候你不可以不想人 或是你不幫人想 或是不幫人規劃 或是不幫忙 簡單來說 但我發覺到頭來 心狠淚 簡單來說 甚至是你的親人也好 朋友也好 不熟悉的人 都不是的 如果一般的泛泛之家 或是同事 或是不太熟悉的朋友 都是跟我屁事 跟你屁事 有一點點 又不是失落的 到頭來又覺得 有違背了我做人的宗旨 不就是跟你屁事 跟我屁事 我經常說 你被人打拳 我不會痛 我沒有飯吃 你不會肚餓 但你對著某些人 你又不可以這樣 基本上 但以我的性格 我這麼堅強 或者我這麼硬 我只說不理 就可以不理 我屁事 不知道你是誰 但我一直都背道而馳 尤其是這幾年 都背道而馳 算了 尤其是消極點 當作被鬼擇 隨便吧 你不做些事 你不搞也要搞的 當然不會有回報的 這些問題是你不搞又 但總之到頭來 這一星期 我發現一些東西 一句總括就是 狗改不了吃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還用不著跟別人想那麼多 只有我做那麼多 刮屁 沒有什麼不好不開心 只不過是覺得 人有很多種 你經常聽我說都知道 我都明白 發生在我身上這件事 我一直這麼多年 十幾年 都給它一個特別優待 沒有啦 這個特別優待 應該經過幾天 終止了 這個權益已經被我 摘除了 沒有了 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沒有腎 我這麼硬 都會腎 當你好像 我反而說得那麼明 加加有本難念的經 或者不會拿高的裙子給別人看 像歐吉所說的 不是九十十放上網 加加有本難念的經 有點失落 有點失望 所以說這麼多話 關我屁事 關你屁事 都要引用 把這件事放在這件事 人身上的時候 你不要騷擾我 關我屁事 你不要騷擾我 我不會經常回大陸 不會經常點點點 不會什麼的 諸如此類 兼且在這個疫情不能說 因為我沒做過濕疹電台之後 我就立刻去旅行 去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幾年前 疫情我已經計劃了 淘寶環島也好 踩單車環島也好 騎電動單車環島也好 最辛苦的行路 其次踩單車 再其次踩電動單車 因為我試過坐車環島 幾年前我已經想定要做的了 一不做就很適合疫情 幾年後 年紀大就機壞了 如果今時今日再不做 告訴我60歲我就去做 不行 到時候你有什麼冬瓜豆腐中風 日曬雨淋 趁年輕就要去做 這件事我一直都想做很多年 不過上班就沒有去做 還要上班放假放 最長會放兩星期 還你的屁島嗎 如果淘寶環島 我這麼滋陰慢慢走 到處去看看這裏住一下那裏 沒有一個月都還不到 如果騎那些電動單車沒有十幾天 沒有大半個月 就是我知陰形的 慢慢地還 沒有十幾天都搞不定這件事 到我想搞的時候就有疫情 到疫情之後 通關關 早幾個月有沒有半年 大家可以到處飛 我其實已經可以立馬起行 可以去的 卡住了我就是我剛才以上講的那一堆東西 又沒有去到見死不救的東西 但我又不可以放下去旅行三個月 會令到有些人很不方便 無謂搞囂派對 但是現在這幾天開始就關我屁事 還要做什麼 做回我自己去哪裡去哪裡 你妹妹 所有事情你不要煩我 煩完 那些叫什麼 好心當雷劈 對於心理當狗廢 類似這些 是這麼嚴重的 有些唏噓 一邊想想唯有 真的要中間作出取捨 我沒有中間的 通常你知道我 要麼正 要麼反 要麼黑 要麼白 不會灰 我會說放輕鬆一點去對待這些東西 對待所謂要做的正經事 我不會的 要麼斬斷它 當然去完旅行回來 要麼繼續去完旅行才算 起碼這一刻我完全不理會 你不要問不知道什麼 所以這兩天我在看 其實我是去台灣的 下一步才去日本 因為日本我問那些朋友 住東京那些實載的秋葉園 大阪我也有問 Den Den Town 我喜歡去的主要景點 其實裡面的店舖都還未開得到全部 當然很難開得到全部 疫情的東西 可能只有八成 如果都八成 格仔店舖又不是開很多 主要去日本這些 窄男性地 買公仔玩具垃圾 都是買二手的 我說過很多次買二手的東西很便宜 開個盒就當二手不要 原價100元 公仔開完盒20元 但是新速速的 我專門買來玩的 既然選擇不到 就再遲些才去 沒有所謂 如果不是我去 就會用我以前的方法 一張機票就去台灣和日本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限期 但應該起碼30天 可以 低一點 三千多元 正路玩完台灣 你看你玩多久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再去日本玩完 然後日本回來 台灣轉機回香港 但如果這次就不住了 好像幾年沒有去旅行 好像昨晚再問台灣 真的不是平時吹水 再問多一點點東西 規劃那些 我問完之後 我突然反省 看著那些LINE的訊息 為什麼我這次 以前 那些人 以前沒有疫情發生之前 那些香港典型香港人 43月吃買碗的人 問那些 飯來漿口 那些問題 然後我再自己反省 其實是我懶不去找資料 但那些朋友很熟悉的 沒有所謂的 如果我又 台北市要去朝溪浸完溫泉 我搭 一輛巴士的旅遊巴 直到朝溪浸完兩天溫泉 經過東北角 避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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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那裏 回到台北 我中間停的那個點 如果要住一晚 你慢慢走 我住哪裡 其實往事我是不會問人 去到哪裡就住到哪裡 就算你要冷氣要規劃 想就想到 如果沿海那邊 所以你接住基隆 你有錢就走九份 民宿住了 就是這麼簡單 問什麼 但是好像幾年沒有去台灣 我就問 因為那個朋友真的住宜蘭 我才問他 看完之後他回答了我 都是不出那些答案 基隆或者九份 看你喜歡怎樣 答完其實等於沒有答的 也是我心裏的答案來的 可能幾年沒有去 隨口問他知道他住宜蘭 如果沿海那邊上去 基隆去台北 中間停的那些東西 我問他 為甚麼我要問呢 我不需要問這些東西 因為我不需要問 不是我特別記得路線 或者怎樣 基本上我去了那麼多 幾十萬次台灣 甚麼經歷都有的時候 如果遇到這個情況 我就算到時找不到民宿住 找不到飯店住 那個男人 如果去得朝溪浸量 我都不會拖行李箱 一定放在台北的朋友的家 我背背包去而已 看我拍攝不拍攝 拍攝不拍攝 可能帶到相機不拍攝 輕裝地去 如果沿途沒有 又想省錢 可能我去沿海 乘搭車玩 玩到晚上都七八點 以前會想的 七八點 為甚麼我現在租一間飯店 當然看它便宜或貴 極便宜的 台南 漿化 我租過百多元 但真的是飯店 即是酒店 台灣叫飯店 真的是一間酒店 真的有大床 有熱水 有冷氣 有電視 但可能很舊 百多元那些 我都找過 如果我去到那個位 沒有百多元的 按過Agoda 按過甚麼都好 上網找 走去walk in問也好 可能要300元港幣 但我當時已經是晚上七八點 那我會計算 我七八點最多睡到第二天 因為去旅行我很早醒 我不會睡到黃昭白 我基本上六七點是自己的眼睛 晚上七八點 check in 沖洗澡 出去吃東西回來 10點11點 睡到第二天六點 我要給300元港幣 好像很不值 孤寒 孤寒如果不是七八點 我去到酒店或飯店附近 可能是下午三四點 又可以開始 check in 但我又會想 那三四點住到第二天 六七八 當是九點 check out 都可以的 都值得的 反而我會 但我又 通常不會這樣做 為甚麼 很矛盾 三四點如果我租了之後 我就享用這間酒店 但我困了一間酒店 就不能在那個地方玩 我喜歡到處供 所以是不是有點矛盾 我當然在那個地方共共共共共 ass Star War 到晚上六、七時乘天分 來吃飯 才能睡飯 還能回港睡覺 所以是我是有一些矛盾 在住宿那方面 建議 當如要找個機地 飛飛去台北 有一個酒店 我會預約 打包座20天 裡有15天 都有藥要判 要做好 韓國、日本也一樣 plaque effect 中間那些通常我會分為兩份預約 例如我去20天 頭8天我住在那間便宜的酒店 通常是選擇便宜的 300-400元 有熱水和冷氣 最好有窗戶開到 讓我呼吸就足夠了 所以越舊的飯店我越喜歡 新式的沒有窗戶我一定不要 6-700元 舊式的通常有窗戶給你開 炸沙底、燕燕燕燕燕燕燕 不要在房間內呼吸 開窗戶把人家出口 舊的飯店不會理會你的 新的就不給你 禁煙就真的禁煙 走樓下吸 當然吸煙危害健康 吃飽飯的煙就OK 你不在房間吃 早上起床 咬著眼睛喝咖啡 走樓下熬煙 我在日本是試過的 我起床沖杯咖啡 剛巧那間有咖啡機 在樓下 三樓還是什麼 免費咖啡 踢著女多鞋 擦著眼 走到酒店 門口外面 有人的24小時 那間不是五星級 但24小時有人在前台 不是住那些Happy酒店 日本有的Happy酒店 24小時都看不到有人 全自動 開房間的 很多種 我試過 拿著一部咖啡杯 穿著拖鞋 還要提供紙拖鞋 走到外面 看著我 對於日本人來說很奇怪 你知道日本人很多 一板一眼 很糟糕 走到酒店穿紙拖鞋 還要拿著我們酒店 幫你背 去哪裡 他看著我 的時候 我第一包煙給他看 看牛牛頭 這樣 然後走到酒店門口 其實走到酒店門口 那次我住的那間不是大馬路 更麻煩 在小小區裏面 對面就是一戶建 那些屋子 或是Mansion 他們叫Mansion 日式英文 Mansion 日式英文 有人居住 站在家裡煲煙 怎麼搞的 不過很早 7點多 我去看一看 通常附近有自動販賣機 我都在旁邊吸煙 遵守別人規矩 所以台灣老舊的飯店 三四百元 我最喜歡住這些 基本上 相對有缺點 可能廁所 你記得不要放廁紙 放廁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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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去水管很優 很堵 諸如此類 也不會有奢華享受 你不要打出前台 我要什麼 要什麼 你自己去買 沒有水 沒有熱水 沒有熱水 不要喝熱水 雪櫃不冷 就算了 電視部 就不要看電視 通常我會住 當我20天 我會約略地計劃 真實 認真去計劃 就不會 因為去太多次 我超級知道自己要什麼 好 通常去頭的八天 你當八天先 預約了這間酒店 接著我檢查 第一天我去問他 其實我是來20天 你當我20天先 我住八天之後 我會出酒 但我未知 因為我真的未知我會去哪裡 我去到台灣的八天 通常頭幾天 我一直去搞我應該要搞的事情 那些 Lockin的App 那些 施拉利的 買有優惠 三創 光華 開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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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不用開閉帳 例如買電腦 優惠 諸如此類 很多施拉 全部都搞定了 銀行 那些 銀行 會不會幾年沒有動 凍結了 都沒有問題 如果不是大陸 大陸幾年沒有動 凍結了 你排隊排隊就做 台灣不用了 開閉帳 頭一兩天 通常都是 公家樓下 71 全家 萊富2 有什麼要換 在未來這20天 如果我看過萊富2 那一隻 鬆弛紅的杯 我每天都想去光顧萊富2 真的假的 看了71 最近換什麼 萊富2 我說過 它換的東西很漂亮 換不換 如果這樣 未來我吃中午飯 甚至晚餐 例如想換71 鬆弛紅 我每天都去吃71 早餐就去買71 39元一個飯糰 加上一杯 一盒東西 之類 通常頭一兩天 就慢活地 嘟嘟嘟嘟 手機 搞完這些 跟朋友吃飯 之類 去我要去的地方 浸溫泉 行山 之類 總之我要出走遠一點的地方 例如當我會去朝溪 都不是很遠 坐那些大巴巴 都是過來兩小時 我不會在台北三四百元的商櫃 商櫚 商櫚館 又不是飯店 不要在住 通常在訪問 我可不可以放行李行李行李 然後我出走三天 再回來餘下 當我去二十天 頭住八天 三天出走 還有八、九、十十 還有九天 之後又回來住九天 可以嗎 每次都可以 沒有一次是不行的 基本上 只是說你住了幾天 你買一個行李行李 時又去買 不是回來再 quiser 當然你不要擺一星期 擺一兩天沒問題 但通常我出走不是真的出走一兩天 可能我出走五天 我住了八天 出走五天去高雄 行李箱擺在台北飯店五天 你說擺是沒問題 但原則上他都要管理行李箱的安全 不是隨便放在那裡 也要鎖住他 他有責任要負 所以每次都可以 我沒有試過在那裡不可以的 日本我試過有一次不可以 那間是色色酒店 被人開房 但那間房間很大 有客廳 五百多元一晚 頂樓還要住 那間不可以 因為整天下面那個 你看電影或影片都看過 他有員工的 但不知晚上幾點後就沒有員工 基本上就算有員工進去前台 他不是一般酒店的前台 是一個窗口 然後他會有一塊鏈下來 即是說你站在窗口 携了護照片 去搞你的手續的時候 那間房間比較OK 大阪不是新式的機器 你携了護照片 你看不到他的樣子 他有一塊鏈 剛剛好下鏈 遮蓋著他的樣子 那些色色酒店 即是比你開房的 日本很多這些 有些另一類Motel 摩鐵 台灣也有 駕駛進去的更加不會見到 你看不到有人的 你駕駛進去 你駕駛進去 全是自動的 那些機器 你自己在機器裡入錢 給錢 台灣 日本也有 那你完全不會見到有員工 保障你私隱 他可能怕你跟不知道什麼人 來開房 不如讓人知道 但我經常想 那些Motel摩鐵 你說沒有人 我覺得有閉路電視會拍到 一定有 問題是你日本台灣會自律 不會隨便拿這些電視的記錄出來看 這麼巧這間公司 他一日休息 六點後就沒有人了 所以我 沒有跟他說 很難會見到那個人 因為我出去的時候他還沒有人 我六七點出去 回來的時候過了六點後又沒有人 很有趣 到臨檢查到那天 我就不太早檢查到 我知道他十點後有人 其實是有寫的 我十點後才推行行李箱 終於看到你 終於看到你的身體語言 我說 我可以放行李箱 因為我要去京都幾天 我們沒有提供這個服務 是 都明白 是唯一試過一次 就算去南韓 那次他都給我放行李箱 基本上都給 不會不給 但如果 我又未試過行李箱會不見 如果行李箱放行李箱都不見了 他會怎樣就 賴皮 那自己小心一點 貴重的東西 沒有把行李箱放行李箱放行李箱 通常我會這樣出走幾天 再回去 出走三天五天 再回去住 所以我通常會問定 都可以 如果不行 台灣日本也好 日本是遠一點 台灣就近一點 只要在台北 新北市都可以 新竹都可以 宜蘭 不過宜蘭已經遠了 難怪我 我都可以叫朋友 放行李箱去公司 或是他的家 公司那個是最近的 推上去公司 塞下去 放行李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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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天 基本上 所以我覺得 我都不知道 還未想定要計劃去哪裏 如果純粹去 不想麻煩我剛才一開波 我去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就夠了 我硬是硬要 好像幾年沒有去 要去足二三十天 中間可能 所以這幾天 除了看酒店那些 不用看 我只是看價錢 景點那些 我一直在心裡 我喜歡去浸溫泉 我去新北頭 去北頭 去楊榮山 去金山 去馬曹花 去蕭溪 去密砂的地方 自己想這些 我會 但是 太多時間的時候 我又不想走下去 台中 台南 高雄 也未必會去台東 那邊住的Villa 或者靚民宿 因為一條人 貴的 通常情侶 一家人去 一間獨立屋 前面綠油油的草地 或者望海 那些 那些不是不住的 一條人 我嫌他貴 望海我喜歡的 望山我也喜歡 但我嫌他太貴 那些 可能最便宜 又要望海 那些 可能你也要 2千多元 一萬港幣 那就無謂了 你看我去台北 住的那些 是三四百元 你過2千多元 住一萬元 肉都丟了 一條人 如果兩條人不同 或者三條人 你會分開 譬如2千元 每人分享 一千元 數目不太算 我未必會去那些 我家門前有大海的 台東 所以我曾經看了什麼 我看了 行路環島 就不會了 這麼熱 我以為單車環島 電動單車環島 我看了它的價錢 又不太貴 15000台幣 4416 14000台幣 3千多元 15日 其實包含電動自行車 即是你要踩的 不是自己會動的 他都要踩的 不過有電力輔助 還有所有配備 例如架 兩個背包 兩個背包 在車後面 所有配備都給你了 行車記錄儀 手機夾 水樽夾 水樽 水樽 頭盔 除了一件衣服和褲子 什麼都包含了 15日 3千多元 其實都便宜 比起原廠 捷安特 或者什麼 可能更貴 電動 不是普通街車 或者越野車 電動單車 如果它要15日 不停在想想想 剛才又在看 我都肯 3千多元 15日港幣 但體力行不行 又沒有問題 如果我起碼要20日或以上 你當我 不 因為 它說新手還得到 12至15日 有些可以9日 你知我還得到 我便會慢慢來 它可能建議你 一天踏100公里 但我可能不會 可能一天只踏50 60公里 停下車在那裡 剛巧這裏有一間便宜的商店 民宿 我便在那裡住一晚 我便在那裡想 但我突然覺得 規劃這些東西好像很麻煩 又要去玩又嫌麻煩 可能幾年沒有做這些 但我想起幾年前的旅行 除非我完全沒有去過 例如去日本 山上去過幾個地方 下雪 沒有人去的 都不是那個季節去的地方 我便偏偏從那個季節去 我又去水嶺 在半山那裏住過溫泉酒店 我也講過多次 沒有帶行山棍 送貨本來給我 托車 托車上山頂 坐著 去到一家去不知什麼地方 去完回來跟他們分享 在哪裡 那天我真的逼要做功課 看看如何 尤其是日本交通費比較貴 一定要做功課 一定要打開APP 即是要看最便宜的方法 通常乘搭較便宜的交通費轉車 多一點和時間長一點 我便會預早起床 早點出門口 因為它不會便宜很多 那一輛車原本是500港幣 有種便宜一點要轉車的方式 可能是450港幣或430港幣 我都會選430港幣 便宜70港幣 因為日本乘搭交通費真的很貴 駕車更貴 如果台灣我又不需要 基本上我都很自由 走到哪裏 去到哪裏 住到哪裏 吃到哪裏 玩到哪裏 睡到哪裏 吹水 吹到哪裏 都沒什麼所謂 我剛才想為何要規劃這麼貴一套 如果整個故事 剛才我一開始說 要去的原因是不再需要幫人想那麼多事 關我屁事 自生自滅 我明天便可以飛 編個台證出來 我只想想不到 去到台北酒店耍廢一兩天 再想去哪裏玩 都沒所謂的 大膽一點 連回程機票都不預約 都還可以 但為何我又要想定去多少天 要想定環島又要去哪裏 原來我都未百分之一百放得開去旅行的心態 如果我百分之一百放得開旅行的心態 基本上不會有規劃 去台灣我都不需要規劃 去到哪裏 只要不在台北 基本上那些人都比較nice nice 又不會出什麼大意外的 小問題 人家都會幫你 大意外 人家都會幫你 更加會幫你 被車撞到那些 咬柴 還有一個男人 睡街還可以 睡脈當勞 便利店 什麼差事都可以 原來不是因為年紀大了 我還未百分百準備投入放鬆去旅行的心情 如果沒有 怕我明天就走了 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的 一個旅行我想了幾天 想了一兩天 今早就坐在那裡想想想想 為什麼我要規劃呢 當然啦 如果我真的電動單車還到 當然要規劃 未試過 約略規劃也要 就算我不規劃 我上網去Copy別人的行程 Day1踩到哪裏 Day2踩到哪裏 我都會找網頁出來 如果整件事再簡單一點 我擁有一部電動單車 不用拿牌 最高25公里 我擁有一部電動單車 我就不用計劃 可能我身手12至15天還原 可能是一個半月才還原 我不用計劃 喜歡踩到台北一氣 身體好狀況街 一下踩到新竹 然後在新竹住三天 不過我不會在新竹住三天 新竹很悶 除了很大風箱 就是很悶 還有很大的商場也很悶 新竹住三天 新竹時有什麼客家 那時我去了什麼 客家文化博物館有些東西看 啊 說吧 二十幾分鐘 那條題是什麼 我想去旅行 如果你在通番關行程度可以旅行 到期間 幾月還是半年 如果你去到台灣有什麼景點 那你就告訴我 讓我參考一下 我懶惰 因為幾年變化很大 甚至中間我有一個想去看那個 我忘記是在大直的地方 大直ATT 我忘記名字 總之在大直 一個商場就賣很多玩具垃圾 好像前陣子有朋友說那裡也做不住了 我還打算去朝聖 米鬼經常去不去西門町萬年 台北地下街 三創光華 多個新地方去看 講台北 好像那裡已經 店舖都整理了 所以你剛去完台灣 你又靠近去 去完說魔湯哪裏玩 我自己去找資料 你給地址 我可以了 當然太大眾景點 那些千年景點 不要跟我說台北101 故宮博物館 自由廣場 那些不用了 什麼狗睡 夜市那些不用了 我自己閉上眼就走到去 什麼華山 鬆衣 那些不用了 有的就提供給我 讓我加進去 或者看看怎樣 人家說去旅行找懶人包 我根本去到就是一個懶人一匹泥 不會有任何規劃 可能在酒店開著電視看一招 他介紹這裏多好 就坐車去 不會理會多遠的 我試過這些行為 住在台北 試過最遠去到哪裏 真的沒有誇張 立即坐高鐵到台南 因為早上看到電視節目 台南 不知道那個 那次看什麼 玩水還是什麼 不是那個媽祖公園 不是天后廟公園 又不是玻璃媽祖廟 又不是台南 對呀 去玻璃媽祖廟也好 去過一次 張化 我已經忘了 張化順便看那個 還有線型車褲 線型車褲我去過兩次 其實我不是最想去看車 我最想買那一組 應該是台鐵出的 線型車褲的模型 但真的太大盒 很麻煩 拿回來香港沒有訂牌 應該那一副東西還可以買 一個長期都沒有人買 因為太大舊 可能現在特價到 放在門口當作垃圾都沒有人要 一個線型車褲的模型 當然你買到那個模型 一闊三大 你就要買那些火車放在那裏 自己想 那些火車就是TOMICA的朋友 動一下一家 如果紀念版一盒 好像一本書一樣打開 裡面有七卡 六卡車 起碼是六七千港幣一盒 自己想 這部份是天氣給你聽 報完就收皮 手續上都會說一兩單催民 現在6時41分29度 所以收到8.86度 叫做天氣預報 一路低壓 曹政為廣東沿岸及南海 北部帶來鮑魚和雷捕 本宮地區今晚和未來的天氣預測 大致多雲間有鮑魚和幾隻雷捕 雨勢有時交代 還想著去踩車 如果去台灣要環島踩車十幾天 我都要重拾步速 可能要在香港踩兩三天 上水再出來 隨後一 雨勢有時頗大 狂風雷暴 下周初趙雨逐漸減 小天氣熱不熱 如果這樣我還有所謂的煉車 不可以怕螺螂去 我起碼要練三兩三天 因為你踩入大埔好像是二十公里 踩出來都是四十公里 都不夠 今天忘記了那個師奶 萬寧有東西換很久沒有適合我的東西 通常有換洗潔晶 我都不要 昨天已經有 昨天那個女兒的媽媽 她已經傳給我看 萬寧今天是星期三換了 這個Ryan Cacautor Ryan的砧板和刀 又是那些三件一百八十版的 我剛好腳痛藥吃完要買 腳痛藥買了幾百元 怎麼會不超過一百八 但當我記得的時候 剛才已經四點幾 都買完了 沒有 可以去拿完那間 看看她都送了沒有 但拿完那間未必有腳痛藥買 麻煩 其實 這個 這個好像聽過 但不是在這個地方 也是在日本 叫托兒所 托兒所你就知道 將兒童的兒 變成父親的父 即是托管父親的地方 或者托管她老公的地方 在日本 當家長們上班忙碌 或者想偶爾放風一下的時候 如果親友沒有幫忙 那些叉燒 就需要找保母 或者托兒所 在說年輕人 他說 不過當需要托管 家裡的大弟弟 怎麼辦呢 即是她老公 通常都是 日本有一位網友偶爾 在沖繩 發現一間所謂托父所 托兒所 不過是改了一個 變父親 沖繩 出名什麼 滑浪玩睡 出名喝酒 喝完酒 到處睡 好了 兩個小時 需花費1850日圓 當她是2000 二老師 100港幣 兩個小時 你可以寄托 即是寄養 不是 托父所 當你通常說老公 將你老公寄托在裡面 你老公有多少寄托呢 下面他會說 1850日圓 兩個小時 還附贈酒水 水喝到飽 即是任喝 100元鬆一點 任喝 值得吧 可能他們 為何要酒水喝到飽 沖繩 人們喜歡喝酒 任你喝 一百多元兩個小時 基本上 都值得 好了 很多人說 媽媽的福音 為何呢 他說 因為有些爸爸 可能天生不喜歡逛街 或者年紀大 又不適合長時間走路 或者站得久 又或者純粹是另一半 走得太久 這個時候 媽媽老婆 就能夠把爸爸寄托在這些托父所 即是陪媽媽去購物 很累 或者不想走 你去走 我自己回家 又不會極致到回家 放他在這個地方 你進去喝兩個小時 我去購物 這樣 令到這些爸爸 可以在這間店裡無限暢飲 媽媽也可以自由地去大礦特礦 你又不要問他們 為何他們要一起出門 你又不要問這些 其實他們要分開出門 就可以了 分開去玩 其實沖繩這間托父所的真面目 基本上是一間居酒屋 雪穿鳥 而聰明的店家在店門口 寫了一張Banner 日文 能寄放爸爸的有趣標語 最初我不知道他是怎樣 他只是想搞笑 這裡可以寄放爸爸的 成功在網絡上引起討論 光顧那些 網友日前把店家的標語 放在Twitter上 目前已經吸引了幾多人 那些人就說 不只託父還能夠託爺 爺爺都行 我就不明白 不過沒有 你可能是想著出門 陪老婆去百貨公司買少許東西 怎知道老婆走一走 逛街走了兩小時 腳都未累 但老公又累 唯有去 應該是這樣 我猜 應該有人問 不可以寄放媽媽 都可以的 甚至有人發現 同一間店 有時還會掛上同一間居酒屋 他不只是掛Banner 托父所 可以寄放姐姐的標語 基本上什麼人都可以寄放 可能有時候會寄放媽媽 即是一種宣傳手法 其實告訴你 有些人幫襯就不是老婆 把老公放在那裡 是老公自己走 他覺得一百元送港幣 喝喝兩個小時很划 一單笑料 挺有趣的 一個噱頭 我會不會幫襯 一百元送兩小時 基本上如果去酒水喝喝 生啤也會喝 我喝三杯至四杯已經回本 也會的 如果那天想喝生啤也會回本 另外那些 不說了 有點累 還不知道為什麼會做功課 台灣日常做的 我就已經可以很放鬆 哈哈哈哈 所以應該也不需要太過規劃 除非我真的打算去一些遠一點的地方 剛才說的 你們有什麼景點剛剛去完 你就會說 這裡原來挺好玩的 這裡是新的 這裡是什麼地方 我拍一張拍下 我拍下 那些 今天就這樣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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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是這樣的